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 因為我們時間很短 所以我就盡量講基礎 我不是要講重點 還是要講基礎就好了 所以我今天分享第一個題目 小題目 然後就是 作物的資料庫 大家知道危機百科 對吧 已經看到知道危機百科 那事實上危機百科上 也可以查到很多關於作物的東西 如果你仔細去找的話 那它有一個列表是專門做 比如說蔬菜和果樹 這樣它有一些列表這樣 那單純危機百科的話 可能太複雜了 因為你要做資料分析的話 不可能拿那麼一旁大的那個 很多人的那個文字這樣來處理 那樣子 所以我們要介紹的是 開源界還是有很多比較資料庫型的 那有一些統計的統計的數據 然後很多的作物的品種的紀錄 那等一下會講說 為什麼我對這個議題這麼有興趣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應該以前沒有看過我這樣 那我現在算是三年前離開了台北 這樣子 離開台北 成為一個脫北者 這樣子 對然後就搬走了搬到宜蘭去 所以現在就變成馬農這樣子 從馬農又變馬農這樣子 可是真的是半馬半農這樣子 就是早上去田裡 然後晚上寫扣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 前年嗎 去年 對前年 前年這個是我還在種水稻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就做一個 奇怪的小裝置就放在水田裡面 這樣子 喔 這是最近的 就種了蔬菜 今年我就種蔬菜為主 這樣子 因為水稻比較單一化 它需要面積很大 然後單一的操作這樣子 那今年 因為我就接了一塊菜園 然後在裡面就種了好幾十種 這樣的作物 那這個是家裡 搞得很像那個標本實驗室一樣 那如果要學農業的話 我覺得農作物的基礎 對在於土壤是最重要的 土壤和維持耳目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你要發展資訊和農業的 那我覺得第一步 一定要建立這個作物資料庫 那我們知道最 就從最古老開始 第一個開園專案到底是什麼? 有人有思考過嗎? 多久以前 有這個開園的東西 不一定要上吉他輪才是開園喔 知道嗎? 然後還有公開資料出來 想想看 有什麼專案是這樣? 是他農場拍照 快啊快 接近了 是接近了 是有農民資料庫 看這個 有沒有人看過真實的這個農民 這樣 你們有發現他有資料分析嗎? 對嗎? 你做資料分析的 那你們有想說 以前那個好幾十年前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東西? 我就很好奇 我就拿到這個 然後就開始很好奇說 這個他們到底怎麼去跟誰統計啦 那一定要有操作嘛 他操作過才會發現有這個經驗 然後把它統合出來 他還分北中藍 對啊 以前那個區域來講 他就已經分完北中藍了 但是這樣不夠 我覺得就不夠 到現在這個時代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北中藍有點 還是太粗了一點 你看喔 有時候 高雄在下雨的時候 可是到台中就沒有嘛 就沒有這回事 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 我們常會吃到很多新的作物的品種 我們有吃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那個以前在台灣沒有種 也說可可 最近有流行種那個可可豆 這樣 所以我們有沒有可可的資料 可以去供應我們做參考 這樣 所以農民立方不知道這些東西 但我們新世代又想要吃這些東西 這樣子 所以才會發展成網路化的資料庫 那可以不用拍照 如果你真的去查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幾個平台上面找到 我看一下到哪一個 大概前五個 他資料都是講公開信職的 那後面的是由公司或其他的組織去營運 不過他們公司的營運的 他的一些數據項目都比較多一點 所以原來大家都在想要那種態 昨天那個講者晚宴啊 還有人問我說 我覺得不知道這個是不是現在大家太社會化了 這樣子 他問說你做這個 你的必定是模特兒到底是誰 這樣子 我也思想了很久 這樣子 對啊 那他問我說做這個20年後可以幹嘛 這樣子 後來我想通了 20年後我們就是想要買一塊去中菜 這樣子 所以現在為自己的未來做準備 那大家參加Cost Cup 有看到那個金牛跟其他的算團體合伴嗎 一個就是None這個那個腳丫那個嘛 視窗的那個桌面環境 那一個就是Susay那個桌面系統 那這個就是None的共同創辦人 共同創辦人他一開始就是 他是住墨西哥 然後他還是跟另外一個好朋友做 我們來做這個作物的研究 但是我想要在墨西哥種菜 你有沒有資料可以提供我參考 可是他好朋友是在美國 對啊 所以就不知道怎麼把資料 對應到他們國家的系統上 這樣子 所以就開始發展Frost Cup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比較早期的 算農業資料庫 他大概畫面就長這樣 那以前沒有Miot裝置嘛對不對 所以要怎麼去統合這個資料 那我們不知道農民歷怎麼來的 那就請大家要請大家去就是送問卷的方式 那你可以登入這個網站 登入網站以後你要先說 第一個林比福那個 第一個是日照巡熊 他調查說你種在哪裡 種在陽台上的 你種在戶外這樣子 那有沒有折衣有沒有種在塑像這樣子 第二個是栽培方式 他的繁殖方式 就你是從中指開始種 還是你是千叉的這樣子 那第三個收成的部位 這個是採集博師 還是收成鏈子 這樣子 那他就統計 來自這個博鄉 那你可以看不同的氣候帶 這樣子 不同的氣候帶 然後在什麼時候可以種植這個作物 所以這個是比較早期的電子環的農民歷 這樣子 我大概列的這個就是剛講的 就是這個網站他用人工的方式去統計 去統計用 這個就是GoStuff那個網站 那比如說查了羅勒 那羅勒有很多品種 那我們點其中一個品種進去 那他就可以看到他的生長週期 樹枝那個部分就是他的生長週期 然後他們就會上傳很多圖片 那圖片這個還沒有做標題 到時候我也說 你看他的種植方式 用統計的方式就 你可以看到 到底哪一個是最適合這樣的作物的種植方式 藉由大家的經驗去分享去共享 那有沒有看到他的氣候帶比較像 在哪裡 其中在這裡 大概算是比較焦熱的植物這樣 他雖然沒有跟你講很重要 對啊 你要自己去推估 到底是在哪個氣候帶動 到了另外一個公司的項目 你可以在Android上面下載的圖片 我這樣是資務性行銷嗎 沒有呢 就是他們做得還不錯那樣子 那他就比較數據化了 你看 大家有搭討論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哪一些 你看他多一些不一樣的數據嗎 你看他有酸鹼度 這個是酸鹼石的 然後這個是石碑的 然後石碑桶一樣 所以他多了比較更多的數據 就是種植的間距啦 然後土壤的科系 他還說代表種在哪一種土壤裡 砂土還是黏土 還是你自己有其他培養方式這樣子 然後水分需求 日照需求這樣子 和剛剛說的溫度這個部分 那種植間距的話 你想說間距到底誰會那麼無聊去測量這個間距 把它記錄下來 對 我覺得這麼無聊 對 把那個格子畫成30x30這樣子 這個一格就是30x30 那你可以看你有沒有摘過那個生菜 我買生菜可能一包裡面有菜一顆嘛 這樣子的生菜 我們就不用用此特別量啦 就大概用特別看一下 就大概你們知道 菜的間距大概需要多少 因為種植的時候 你才知道我種到一菜 然後種起也吃 然後這樣子 你需要多倒面積 只需要準備多少菜料 對 種植的間距還是有他用 還是要冷貌 那說到IoT的部分 因為就是剛剛那些數據 因為不是我們做的 那算過STARF他有很多圓筆 看大家提供的資料 可是他那個是沒有IoT的時代 那大桌椅他也沒有公佈說 到底是怎麼樣投進來 所以我們就開始裝了IoT的設備來填定 第一個我們可以查中央氣象局 那如果中央氣象局的話 有時候比我們不是太近 以前中央氣象局的戰比也是非常少的 可能全台灣只有大概50多座 50多座氣象站而已 但你加上壞掉的 那就只增加3、40座這樣子 所以我們早期的時候 就安建自己的氣象站這樣子 那氣象站你去搜集兩個部分 所以大氣的部分 大氣溫濕度 溫濕度這個一定很重要啦 然後日照的需求 有了日照劑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他們說的全日照換日照 到底在我們台灣科 歐美他們說這個作物要全日照 可是在我們台灣做的全日照 會怎麼樣 可能有點太熱了喔 可能有點太熱 對啊 所以用這個數字來講 你就可以精準地去控制 這個作物到底在哪個世界 可以這樣子喔 要讓我們評估這個太陽文板 要怎麼裝這樣子 什麼意思啊 那風速最近我們就發現風速到底 跟我們種子有沒有什麼 有什麼影響 你知道有沒有念濃的 風速到底對我們種子會有影響嗎 對啊 除了被颱風吹到一彎 我最近發現它跟病蟲還是有影響 有時候很多昆蟲就要躲在那個不通風的地方 所以不通風的時候 你的作物就很容易發生病蟲還有問題嗎 那光知道大氣不太夠 因為多遠你才有那個大氣的影響在對不對 你手機拿出來定位一下 你知道氣象站比我們大概多遠嗎 你知道平均氣象站會定我們多遠嗎 好 沒關係 等一下有氣象主播 讓他分析一下氣象的資料大概是什麼樣子 這樣我自己安裝啊 我們的氣象站我覺得還在 就是騎長煙巡船嘛 跑來跑去的 那大概可能頂過到五公里以外 欸 氣候已經會有一個落差 對啊 騎到這裡又沒暈了 騎過來而已 對啊 雨是不是 到底會不會降雨叫我們來這裡來 五公里呢 你想說五公里 我騎摩托車一下就到了嘛 這樣子 可是氣候就是有差的 那除了大氣以外 我們還要關注在田裡 就在我們作物旁邊 對啊 坐物旁邊 所以這個是差在田裡的氣 那個OPS的背 那這個是土壤的 所以有基督的土壤文字度 主要是十度 十度的部分 那還有肥力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就後來比較認真 也不是說比較認真 好像有點數據強迫症一樣 因為我的那個數值 你就會一直看 一直看一看 這樣子你以前還虛 還沒有那麼認真 可能你一直看的時候 你就會去關注說我的作物到底真的 會不會渴死這個杯子 這樣子 對啊 所以我就對他特別的細心照顧 用人工 目前還是人工這樣子 那細心照顧 十幾天 我種下去十幾天 就可以採收 那個是牽查的 牽查的 這樣 那新的統計數據就大概像這樣 不像原本 但是有平均值 知道大概有多少人 他傳了多少資料回來 拿去用打下平均值 然後當然是我們後面 還有做資料標記的部分 你不能說傳回來是種 種 出來是醜醜的這樣子 看他健康不如 這個時候做資料標記 這樣送回來資料才會有用 所以他一整期你有種下去 有採收 這個才算 當然這一次送的出來你的產量多少 然後搭配你的那個IoT的設備 你可以去記錄說 這個作物在這個環境下是OK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加上IoT設備的資料 這樣 所以這要Open Data 大家應該知道開放資料 大家有聽過這個嗎 聽起來 好 可以幫我解釋一下 那就是你不同的 比如說不同的資料集 要怎麼去做串接互通這樣子 所以有人就舉例說 我們的生產履歷 能不能串接到師傅網站 對吧 農夫種了出來你有生產履歷 可是師傅網站又有一些AI 那你要怎麼把這個作物送過去查詢 可是我覺得定期的Data 不一定完全能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是什麼 馬鈴薯 是嗎 馬鈴薯 如果你查實譜叫醋溜土豆絲 對不對 馬鈴薯就是有很多樣 不只馬鈴薯 就這種作物它有不同的名字 對啊 你要怎麼把他們串接起來 所以我們資料庫也有記別名的這個部分 還有分國家去記別名 那個他們的宿命這樣子 那這裡有做另外一個資料庫 因為有時候到底這個作物的學名 誰說的算這樣子 馬鈴薯這個名字誰說的算 所以我們會從很多書籍 就一整個網站把它爬下來 然後去統計說 欸 到底最普遍的家成為這個角色嗎 對 再來就是做了一個生物的那個階層 就是階層樹這樣子 先看一下這個東西 那能出來嗎 那能出來 這個 這個比較好人 算是熟悔的 好 白花也塞 冰花也塞 然後這個 我們台灣比較長 對 然後結論台 這樣這個 每餐都有的 高釀菜 對啊 他們是同種作物 知道嗎 不知道 對啊 就不同的部位 但是是同種作物 就是我們做人孔懸淤的時候 去挑選它不同的部位的形狀 發育的 我希望採收這個 比如說肌比較粗的人 我就會去懸淤它這樣子 那經過好久 好像上百年的懸淤 選下來 就它會特別明顯在 強壯在某個部位的品種 就是這些作物的變形 那為什麼要關注這個問題 為什麼要關注這個問題 我也是最近意義要把這個做出來這樣子 看得出來這個到底是什麼菜嗎 菜鳥 就是上面這幾種這樣子 不是一個一啦 就是從這裡面 看我從他們的小鳥拿回來的時候 買一買買回來 結果混在一起 畫了 畫了到底誰是誰 他們才會出來嗎 那為什麼我要統計這個 就因為搜集IoT資料的時候 因為他們 我認為他們是同一個作物 是同一個作物 它只是特質不一樣而已 所以有一些生長環境是一樣 是相似的這樣 所以就會有一個繼承關係 我們去統計作物的時候 我們到底立了是說 我跟這個手畫一看 特別對它送回料 還是我們把一些資料送回來 是放在白衣人的作物上面 這樣子 等一下 有時間看這個網站 好啦就看一下好了 像這個就是 剛才有看到 搜尋了一個高麗菜 然後點出了它生長數據 這樣子 那這幾種菜有沒有 花椰菜 然後這個是 放大一點 這個 橄欖 然後白花椰 高麗菜 那他們的主先 就是這個橄欖這個作物 這樣 它比較算野生的東西 這樣子 那很多東西我們是從這個階層 繼承下來 那再根據每一種品種 去做特別的 特別的數據收集 因為他們的生長天數 可能不一樣 那也許肥份的需求 還是有點不太一樣 這個部分 我們才會去做不一樣的數據區隔 所以接完這個的時候 我們就把每個作物生產的 UID 所以就是把每個節點 這樣子 每個節點做了UID 所以我們以後就 沒有特別說這個作物到底用什麼名字去綁 還是用它的詢文去綁 我們就用它的ID先綁 這樣 所以Perry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Perry某個作物 太小了 所以Perry可以得到這個作物 那在資料標記的部分 可以看到 我寫一下 就是送回來的資料 它做的生長計劃 然後搭配了IOP數據 好 我進化處理 我進化處理 不好意思 所以還要人工標記就是標記它的生長接管 它到底現在是哪一個形象 對啊 你拍照的照片 然後被它做Pick的時候 你這個是哪一個部位 然後健康度如何 有沒有受到病毒還攻擊 所以我們就可以見出 每個作物的生長的曲線 栽培例子這樣 OK嗎 先跳過 我今天獎金輸掉了 有了很多標記完資料 我們就知道一定要做機器學習一下 對不對 當然也是網路上也有很多開放資料 可以拉到他們的資料來用 所以現在比較開放的是那個 iNaturalist 那是最近才出來 對 最近才出來 然後下面兩個它可以做辨識 但是他們的資料故事沒有公開 那我們要做仔細學習幹嘛這樣子 對啊 這個是來自那個那個 圍基物種 就是你如果有一些那個物種的話 它會幫你分類 對啊 然後你就可以從裡面得到滿多的照片 這樣子 所以你就可以訓練每個作物 等一下會講說我訓練這個到底上來 那當然不只說我們包括昆蟲、蟲蟲、蜂蟲還是蟲 也可以用剛剛我們統計社會資料處的方法 重新做一遍這個動作這樣子 欸 在這張照片上 你可以看到它是什麼葉子 我們用人 人可以看嗎 人當然是可以看啦 所以它到底有幾個物件在這個圖片裡面 它就是蘿蔔葉、牙蟲、上條蟲 我們這樣子裡面 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資訊 那這有什麼關係 牙蟲吃蘿蔔葉 那它的甜點 條蟲再來吃牙蟲 這樣 我們就要找出這樣 找出這樣的關係這樣 所以就是用開放資料的方式 然後讓我們研究者可以去做研究 那讓出現我們的環境的改善 還有一種是這個叫做共犯端性 這個是我很嚴重的 我也有時間發現 那共犯端性在很多的農場裡面 他們會考慮的問題 就什麼作物跟什麼作物種在一起 他們有可能有互相群移 群移燈蟲的效果 還有說我忘記是蘿蔔還是什麼 跟芹菜種在一起 蘿蔔光味會提升 這樣子 所以就有很多這樣的共犯端性的產生 然後我們就不然查這種小白菜科 和這種小白菜科的認出來 可能不利馬殺人的資料 像如果用我們的機器 我們可以把這個圖片丟給他認識 這樣子到底什麼跟什麼 長在一起的時候是有好的效果 就是你不會被雜草蓋過你的蔬菜 反而是一個共犯的效益 如果你查那個共犯作物的話 你可以看到類似的圖片 我不知道能不能放大一點 有嗎 看他的菜跟雜草長在一起 然後你看 這時候菜卻不會被你的雜草蓋過去 而且這時期的菜為什麼不會有病從害 到底是誰的功勞 這樣子 我就對特別的這種關係 想要去做一些研究 但還有比較漂亮的充值方式 像這個 隨便找我 要拋我就對了 就是一樣是十字花 萬壽菊 那萬壽菊 反而就取出現成的效果 對啊 還有會驅除那些 什麼就是那種 黃條葉藏 這類的坤藏 所以我們就想要盡量搞出這樣的關係 所以好 那剛剛說我們建的出資料庫 UID 目前幫台灣有跟這幾個網站 我就把他們的資料 建在一起這樣子 那和我們一些公開的 已經公開的 有一些事還沒整理好 所以API還沒有整理好 沒有沒有程式嘛 但是有API 那農業的字典這個部分 字典 字典的話 就是可以 我們把作物和病寵愛這個都 拿出來 你如果做那個分磁系統的話 你就可以摳這個字典去用 這樣 然後就可以對一句話 做這樣的斷詞 然後你就可以端出 說他到底是什麼作物 然後發生了什麼樣的問題 我要介紹什麼 我一定忘記了 再來就是介紹這個 這個就是 就是現在的推薦的農民地 因為我們有剛剛的資料庫以後 那你跟在地的歷史氣候 套疊起來 我們可以為在地做出現在的農民地 這個是根據建築 讓你每天不一樣的 等一下你重新刷新 他就幫你運算一次 但你現在到底種什麼 是最適合的 有嗎 你可以看前幾種 到底是不是現在差不多會有的蔬菜呢 有嗎 然後看最下面 這個不太適合了 現在還有西瓜嗎 比較少了是不是 因為他現在種植的時間已經過了 好 分享就到這裡 謝謝 我想問一下就是 這邊看到的都是作物的影響這樣 可是台灣的農民大多分在取得種子的時候 大多分都是跟商業化的種子工資去取得 所以或者是台灣的育種中心取得的種子 那當然說不同育種中 同樣的作物在不同的賠育出來的種子的部分 他有可能不同的條件 比如他針對耐漢或是耐水 他有做過特化 所以不知道之後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就是說對於種子的部分 還可以去標記說他是 可能是哪一家種子公司的哪一個品種 來去做一些特化的資料 剛剛說有這個繼承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一般的品種來講 我們就是繼承原始的資料 那也可以登記他 像這裡就登記了不同的 因為不同品種 就不同預料業者的傾向實在太多了 不過這樣的資料結構是有辦法符合這個 對啊 那這個就是料理拆開不同的品種 那對於那種商業化的作物 比如說他是比較類似的 不是商業化市場 可能就是你還講說什麼 你不明有野菜類的 也就是他是不是商業的育種 育外是比較傳統 比較少人載重的這一塊 這個部分 像Growstaff 因為這個調布以後是大家可以新增 對不對 所以我是先把這樣的架構訂出來以後 大家看要新增在哪個節點 所以Growstaff你就可以查到 很多他們都說是祖傳品種這樣子 那種會有這個祖傳品種 不過他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你可以去交換種子 他在平台上可以跟人家顧忌種子 這樣子 對 謝謝 那還有問題嗎 我想問一下 我種的是多肉之爐 那像多肉之爐這種東西不是作物 它是一種觀賞用的東西 那針對這個部分的話 有一些像相關的資料 譬如說台灣的 國外可能會有 因為譬如說像多肉之爐這種東西 其實不是很適合在台灣種 並不是這麼適合 要看那種溫度或是什麼 那在台灣的這個部分有針對這種非作物被不能吃的東西 去做一些追蹤 甚至是做辨識 資料庫如果新增進去然後你特別為他收集資料 我想應該見得出來的 好 是 花花草草有嗎 我忘記是台灣還是小米 它可能是台灣 它有一個感測器的項目 小小的就是給你做原因栽培 然後它跟花電那種合作 所以你買的那個Sensor 它的資料庫是專門給 一種算外廠型的作物 可是我現在有點忘記 那一個有一個專門的公司 不算公司 它就是一個小窗演講 他們的資料是專門給你 栽培一種外廠作物的提示 這樣子 好 那那因為時間有關係 那我們這場演講就到這邊 那如果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配合在溫信 那我們現在這場演講是35分開始 好 或者是10分開始 對 100分開始 Upiful